干嘛呢 你谁啊 住家 我是觉得你们养老院的整体理念 还有房租和我们的品牌非常地气候 不是卖保健品 划时代的保健品 不吃饭不睡觉 我们也要赚交票 耶 再做一个疗传 买一整夜好不好 他就是个骗子 说什么你们都信呢 哎呦 5 6 是丫头 好 我要把养老院交给你 生活无趣 想找点刺激 让爷爷我住养老院 洪老洪老不用在这儿抽烟的 你要是不给我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奶奶 你给我起出好胆的 别拿这套下火 哎呦 哎呦 终于给你养了一个好媳妇 这媳妇 这儿 这儿 贵婆婆把那个男孩 聪认成她的孙子了 奶奶 贵 贵婆婆 贵婆婆不见了 这养老院有什么好开的呢 你行不行啊 我告诉你 我把你弄了你 你要负全责 我跟你们说 你这样 是一家黑心的养老院 当院长的第一药物 就是要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我们生死之恩 大爷 你没回来之前啊 什么事都没回来 因为我们的忍耐力 已经到达了几点 实在是可要自杀了 你孙子死了 你孙子被你吹死了 来人 来人 他这一辈子 也没让人这么骂过 他们说我报警不好我 那个小丫头懂什么 我现在只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奶奶的梦想 只要是我奶奶能做到的 我都能做的 我都能做到的 为了养老院 人物复动也需要付出嘛 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你不是怎么克服过来的吗 真诚 耐心 你得去关注老人到底在想什么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你不想说你 我好看 ic 你不想看频道 老人嘴缓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